新闻 挖挖挖 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挖 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精神科医师 王凤刚 王医师 第二位是媒体人罗友志先生 就是30出头岁的 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 介绍专家谢松散阿神塞 OK 大家好 好 再来一位是 媒体人王瑞德先生 以及律师苏嘉宏苏律师 欢迎五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首先是对这些受伤 甚至于死亡的这些 我们的市民朋友 感到非常的一个哀悼 以这个精神科医师来看 他完全 你看他那个 在飘晃 还有他那个眼神 是完全是三魂少掉 七魄 七魄 三魂七魄 三魂就是失魂跟落魄 问一下王医师 就你们的专业这样就可以判断说 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确实绝大多数人在遇到这一类 看起来跟我们一般人不太相同的人的时候 会习惯的第一个想到说 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是不是脑袋有毛病 但是实际上2009年美国他们发表了一个很大型的研究 他们去追踪了三万多个人 追踪将近四到五年的时间 他们会发现 三万个什么样的人 一般的普通人 一般的普通的美国人 他们发现平均来讲 四年之后他们出现暴力犯罪的机会 大概只有万分之三左右 一般如果像你我这样子的正常人 我们又不喝酒又不吃又不嫖又不堵 也没有什么前科也没有什么精神病的话 大概我们未来四年之后犯暴力犯罪的机会 是大概万分之一左右 精神病患的犯罪比率 即使是很严重的重度精神疾病 躁郁症 思觉失调症 重度忧郁症等等 他们的机会也不过才万分之1.5左右而已 所以其实就我们精神科医师的角度来说 重大精神疾病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 他犯暴力犯罪的机率来讲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很重度的杀人犯的时候 我们脑袋里面想到的反而是 他有没有过去有没有暴力的前科 有没有特定的那种动机 有啊 他有杀乌龟 对 这种杀乌龟这种现象 有时候在网路上面会不会容易出现 这其实是品性疾患里面的一个诊断标准 比如说常年来会虐待动物 但是这样子的行为必须是长期固定这种行为模式 如果你要讲虐待动物的话 其实我们一般很多的同学 像我小的时候 我的同学们第一次做解剖青蛙实验的时候 一次拿着青蛙到处去吓女孩子 真的要这样讲的话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潜在的杀人犯 基本上他不是这样子做判断的 所以说我们精神医学会 他今天这两天特别有发表声明是说 其实完全用病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位症结 其实对绝大多数的精神病患来讲 是不太公平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太能够用精神疾患这个理由 来申请减免刑责吗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误解 在美国他们申请这样子的案例 比如说100个以律师说 他可能有精神疾病 我希望能够减刑或者是免刑 大概100个人里面 大概只有一个会通过 在台湾我们在做精神间调的时候 比例也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这样子的个案 在精神间调的角度里面来说 我们会精神科医师通常都是用 非常严格的标准来看待这样子的个案 所以轻易的用精神疾病来减免刑责 这不太可能 他想要向我们判死刑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他如果说今天 他的整个情节起来 你看他整个杀人的过程里面 他似乎是没有流余地 就是觉得说他就是要杀人 而且从新闻报纸来得知到说 他就是他知道杀人好像不对 不对受处罚 就是违法性认识 刚刚医生有讲 如果这精神疾病 他对违法性不认识 可能就觉得我杀人是对的 好玩的 那个可能是 他知道有罪 要罪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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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知道说 这个地方违法性 而且要提很多人的罪犯罪犯 所以这地方 我觉得这地方法院 不过有时候还是要看法官 你知道有的法官认为说 法院不是让人家判死刑的机械 因为人还是有人性的尊严 有的法官采取这样的见解 他会尽量去看说 他可能好的一面 或者说他以前 曾经有一些背景的关系 稍微給他檢一下 所以鄭傑求死而不可得就對了 對 有時候不要想說 你殺很多人就會求死 不是這樣子 法官有的人認為說 他也許前面有一些 他就好像精神上有一點點問題 那後面可能有一點點可以敏訴 他讓他無期徒刑 也許是這樣 但是這個還是要看 整個何一廷的法官 昨天這個死者都被解剖 那他們解剖發現就是說 鄭傑去殺人的動機很強烈 頭上他用三秒鐘打死的 這些人就是完全都沒有任何 閉目養生 對 都還沒有來得及 有任何反應 只是就命上刀下了 然後他用三分二十秒殺了28個人 結果是打得沒力了 那他們解剖這四個人 其中第一個人就是 第一刀就對心中刺下去了 一秒 然後他刺下去了 他又使盡全力 然後再用把刀身再旋轉 然後上鉤 心臟 其中有三個人都是心臟 其中另外一個人是 而且心臟之後還刺穿鋼 那有一個人是 鄭傑哥 他因為他不旋轉 他刀拔不出來 他拿的只是水果刀 那個刀沒有血鉤 所以他不轉他是拔不出來 但是他往上拔的結果 就是要製造他的傷口更加的嚴重 往上鉤 對 那是手勢嘛 我就是要撞起來了 沒有 他還有故意往上調 那再來就是說 有一個是動脈被切斷 靜脈也被切斷 所以血流過多死亡 所以檢察官就認為說 這個人就是殺人的動機非常的強 因為他如果堵了 他刀會黏住嘛 所以他一定是要繼續殺人 要用到這把刀 所以一堵了 黏住又要抬白人 沒有錯 一般刀進去的時候 你的肌肉或骨頭會把它夾住 有時候抽不出來 所以一般要轉 有些刀可以拔的 那種專門的胸刀 有血鉤 有帶血鉤它就可以拔 對 所以常常有時候刀子 曾經看過是刀子斷在裡面的 你夾住以後 要撩不出來 要轉轉轉轉 也有這種情況 所以一般來講它會轉 轉了以後 當然 剛剛我們瑞德哥也講 也會增加它裡面的那種 受傷的程度跟它的寬度等等 增加一些粗血料 這些都是可能的 因為其中一位死者 他在殺其中一位死者的時候 很明顯的把傷口 刀痕傷口稍微拉高對不對 他自己在針訊的時候有承認 他是故意的 所以他並不是說只是單純的 因為沒有血鉤 我們都知道刺刀有血鉤 有血鉤才能噴出來以後 你迅速就拉出來 可是他是故意的 所以故意的跟我們所認知的 每人說的是為了拔出來對不對 他這一定都是故意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層次不一樣 每人所說的是刺進去 他是為了把包拔出來 所以這樣子才稍微有轉動的動作 那麼他針對部分的死者 他是故意要擴大他的面積 使他無法生存下去 也就是說他非讓他死不可這樣子 所以那個層次是不一樣的 他的可惡程度是更高的 是 有事看過這個嗎 我有看過 我當然不是說為鄭捷說話 因為他真的殺了那麼多人 最無可患 但是我覺得啦 因為我有去問過警察那個刀痕 因為鄭捷他本來是作者 所以他連續在三秒鐘之內 砍了四個人 那不是砍 那是刺 譬如說我們在戲野賊捷運家 我三秒鐘之內要連續幹掉這四個人 我一定是這樣 這樣 這樣 那很快 如果你說他有特別去訓練過 知道殺一個人要慢起來 再增加他的刀痕 我認為他沒有到那麼的專業的地步 他只搶球快 美人姐講的是比較正確的 因為警察跟我講說那個刀痕 因為我們都知道自殺跟他殺 那個刀痕的那個斜切度不一樣 這幾次是正正的 刺別人一定是斜斜的 他說看到那些死者的刀痕是亂七八糟 這樣也有滴力氣也有滴力氣 所以他就是 我可以想像那個三秒鐘起來 很快 那如果說他 真的是故意要把增加傷口 斑斑給我一刺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大的 我覺得那不是重點 你看他在刺心中 這就是要用刺 第二 其實他本來有去全聯買購物 後來他沒有買 後來他沒有買 因為他認為說那個不夠堅固 後來他是去另外一斤 去捐一斤 那個大概30公分長那一刀 而且它是鈦合金的刀 比較堅固 比較堅固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要置人於死的那種 動機有頭牆的 那個是沒有的 他沒有的 他沒有的感覺是 他沒有要跟他招太刺 就是如果說你硬要跟他說 他拉開傷口又把他擴到 沒有要跟他招太刺 人家會倒下去了 他又去跟他招 有志所說的這一點 我有不同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他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有殺人的念頭 他從這個小學 國中高中不斷的看什麼呢 不斷的看各式各樣 尤其是以日本的恐怖殺人事件 還有相關的報導 還有推理 也是恐怖殺人事件的推理 還有各式的這個恐怖片變態片等等 他從累積的這麼多經驗裡面 他一定 一定 一他今天會做這樣的事情 他一定長久以來累積在他心裡面是 我要殺的話我要怎麼殺 他絕對不會 你要知道我有訪問到第一時間跟他對峙的目擊者對不對 他的殺法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說直直的殺還是怎樣 他是無預警的從旁邊就這樣子 因為第一個殺的人是坐在他旁邊的張先生 他根本還在睡覺不知道嘛 他這樣過去他第一時間是在你毫無預備預防的情況下 所以才會有三秒鐘四個人的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突然間 完全好像在甩手一樣沒有任何的動作 他為了訓練這個動作 為了訓練這樣的體力 他甚至於已經從寒假跑步到現在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不斷的在訓練自己的體力 對 所以他是有備而來 他所有殺的過程跟他殺的手法 並不是那一天才突然間想到要這樣做的 你知道嗎 包括持刀的手勢 所以他是有備而來的預謀犯罪 所以他 大家要清楚一點 現在有關於各式各樣的目擊者的說法 還有影帶都已經出來了 他對每個人 他這樣從這個車廂過去以後 又八口回來有沒有 包括有的人裝死 不是被刺殺以後躺在地上嗎 他回來還故意看看你是不是裝死 再補一刀 有的人是說在躲在座椅下面 或是躲在車廂門的玻璃後面 他故意走過去的時候 故意讓你誤以為他沒有看到你 再突然又回來再補一刀 你知道嗎 所以他是預謀性 現在發生的這場悲劇 我覺得醫生的看法 我告訴各位 反社會性人格跟精神病患 不能劃上等號 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反社會性人格 我們現在法律是對於心神喪失 跟精神好弱得減輕其行 或甚至於免行 可是反社會性人格 不等於是精神病 他目前看起來 應該是所謂的反社會性人格 那為什麼他說 因為他不敢自殺 所以呢 他要殺人被判死刑 這個是什麼邏輯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派人家 派人家 派人家不家 為什麼嗎 因為他怕痛 我覺得這